ży伟年快樂 這裡面其實很重要是在說 傳統系的工作轉換只提供一個路線 還有哪些路線 這一次透過我們的整合之後 包括這些路線 哪一些是屬於滴底 apply公車 哪一些公車他幾分鐘即將到站的部份 這一塊的話他很容易就整合進來 所以在這裡面的話 透過這樣的方式不同的出入口 還有哪一些公車路線的搭乘 對使用者來講是非常方便的一個資訊 點進友善台北好監獄APP發現 不僅可以查視障引導資訊 還能顯示不如是在哪裡 最重要的是這個為行動不便者 量身打造的公車動態 上頭這個D字就是代表D底盤公車的意思 至於還有多久抵達一目了然 手機APP的部分 那傳統性來講 他們在取得這樣的一個資料來講 他們就會比較大的 第一個他要先有蒐集資料能力 而且他要能夠去解析資料 再變成一個服務 那透過我們這樣的合作 原本這些他需要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需要兩個公尺的時間 他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就已經完成 原本要花三個月的建置時間 只需要一個禮拜就能完成 讓民眾動動手指 就能掌握台北市新北市捷運出口 所有公車動態 經濟科技將各縣市政府 國發會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交通部公共運輸云公開資料 Open Data 整理分析建構Easy Traffic平台 有效運用在各個層面 透過這樣的服務平台 我們再把這些資訊 重新做重新的ReOpen 重新再次的開放 所以更多的加持單位 跟所謂的一般的收入廠商 可以很快的跟我們合作 然後能夠很快的去運用這些 政府開放資料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會透過一個標準化的服務的介面 讓大家很容易去做一些衍生性的一個 加持應用服務 舉例來說 像是今年10月 多達8000人的石門水庫國際路跑 想讓活動順利進行 最重要的是要讓參加者 全方位了解路跑相關資訊 不過以往傳統注意事項 僅有路線 周遭環境說明等靜臺資訊 透過Easy Traffic服務平台 根據需求還提供互動性資料 也就是能告訴路跑者 活動地點附近的住宿位置 還有其他交通資訊 那事實上石門那附近的住宿的部分 除了浮華可能比較知名之外 那其他會主要是一些民宿的部分 那這時候可能就需要一些 比較多的一些資料 那不過因為石門的一些路跑的一些活動 大概都是一次性的 然後其實我們比較難就是說 為了那一次的活動 然後可能又要收集一大堆的一些資料 或是說跟商家去做一些討論的一個部分 所以大概就是利用簡易的一個平台 然後就是說把一些的資料 那我們直接在那個平台上去做一些展示 然後讓使用者在規劃他的路跑行程 那時候就可以馬上的取得很多的一個資訊 我們跟這個啪啪過座 石門路跑的這樣的活動 那其實在整個資訊的準備 跟兩邊工程師溝通來講 我們前面的部分大概花了一個禮拜時間溝通 可是最後整合的話 他只要兩天的時間 就把這個事情把它完成 所以建立一個所謂的共通性的服務平台 進而讓很多的加持單位 能夠把他的這個服務應用 包括在自己的產品上 包括在自己的網站上 或是APP的加持應用服務來講 這個是我們在建構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一個目標 Easy Traffic服務平台 不僅可以應用在大型活動手機APP 畫面上這3D動態錄網圖 就是結合GIS技術 大眾運輸分析能力 完整的交通資訊API 讓原本需要近一年時間 建置完成的傳統公車錄網規劃分析 花5天就能完成3D版 套用在譬如說這次想要做公車的這一個 公共運輸這樣一個系統的話 可以去設幾個站牌點 去看到就是說 在這條公車的營運路線上面 在營運起來它的譬如說 限定的資料會是什麼樣子 那整合線上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這些資料你不用自己去維護 像錄網這種東西是時常會更新的 那資料如果是別人發不出來的話 維護資料更新維護那些事 是要提供端他們去所負責的事情 那系統這邊你只要固定好 就是說我要做什麼樣的功能就好 你不需要擔心說我資料變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要怎麼樣之類的 對那就整個系統建置起來 就可以變得很輕鬆 各樣的資料的取用 它直接從我的平台裡面 直接可以去演算 那進而能夠把這樣的一個 規劃出來的結果 產生出來一個非常專業性的一個成果 那在這一點的整合上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僅益在這個eTrib平台裡面 我們可以support整個很完整性的一些資料 讓它在減少的時候 我在前次的資料收集 跟資料的準備的部分 其實它要花很多的工夫 透過API整合服務 將源源不絕的創意 把資料變成標準化服務平台 未來手機 網頁 產品 甚至到學校教育層面 都能加以運用 所以我們在前次 再去做資料清理 再做資料標準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花了蠻多工夫在這上面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 其他在後續應用這些資料的公司 還要重新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把這樣的資料 為了公開出來 變成一個標準化的服務 所以各項單位 需要這些資料需求的時候 直接可以來跟景益合作 那我們再把這樣的資料 再去回饋給大家 來去做一些加持營友 Easy Traffic服務平台網路正式上架 未來景益科技 將持續以服務為最高指導原則 在結合政府交通資訊 活化開放資料後 開創政府民間加持服務 三營局面